在new它的時候呢 直接傳遞 傳遞參數過來 那如果沒有 假設我今天沒有這個 這邊注意喔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我沒有建構詞 我要傳遞的話 第一個這邊有沒有public public 那因為 不論是public或private 當然外層可以存取到它 可是呢 我們的這個組 類別如果要存取它的話 那如果你這裡沒有public的話 你要存取它 你就不能用這種方式 什麼方式呢 第一個是new一個什麼 new一個payment 對不對 那個這個部分應該沒有問題 前面我們做蠻多的 那傳遞過來的話 會有一個什麼呢 它的 這個pay number 就是它的那個付款的號碼 跟付款 比如說付了5600 對不對 然後呢 再來如果說 我要 用付款方式的話 那這邊有個payment點 有沒有 這邊注意喔 它的建立內部 內層類別物件的方式 就是payment點卡 有沒有 payment點卡 很特別喔 如果將來 假設你在 別的地方看到類似 這樣子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實際上就是 在 外層類別裡面有個內層類別 然後名稱的話叫 master 然後呢 等於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前面應該我們習慣什麼 這個類別名稱 new一個 物件名稱對不對 等於什麼 等於 new一個什麼呢 new一個這個